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电磁炉上面的这个队管 这两个就是一个S8050和一个S8550 他们两个坏了以后就会出现电磁炸IGBT 然后烧保险 在维修的时候如果遇到IGBT烧坏了 我们首先一定要检查这两个队管 这两个队管实际上测量也非常简单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测量方法 我们看看这两个三级管 8050它是NPN型的 然后8550是PNP型的 这个有字的这一面面向我们自己 看一下它的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 大部分都是EBC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昂表的二级管档来测量 测量的时候 这个NPN型的我们用这个红表笔接在中间这个引脚 然后黑表笔接在这个第一角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压降是667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后边这个660 它们两个这个压降它不会相差太多 如果相差太多就证明它是坏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表笔再反过来 黑表笔接在中间 然后红表笔接下第一角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然后再测一下第三角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可以判断为这是一个好的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PNP型的这个8550 这个我们就需要用这个黑表笔接在中间 然后红表笔接在第一角 它是有693的压降 然后再测一下第三角 690 它们两个也是组织相差 是没有多少的 相差差不多的 如果相差特别大 也可以判断为它是个坏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红表笔接在 红表笔接在中间 然后黑表笔来测量 第一角是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第三角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为 这个就是个好的 这个方法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三级管的好坏 如果它性能下降的话 用完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电磁炉的时候遇到炸AGBT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一般就直接给它更换掉就行了